Hello,这里是周奈迪的Vlog 现在是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候 因为孩子已经睡了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半年多来 我使用洗碗机的感受 是纯个人经验,纯干货分享 我选的这款洗碗机的容量是15套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尺寸 你可以参考平时你有几口人用 就可以选出合适的尺寸 咱们打开来看一下 我这套就算是容量比较大的了 可以同时清洗三口锅 我当时选大尺寸的 就是想把所有的网块一股脑的都塞进去 然后什么都不用刷 就全部都交给它 这款洗碗机的功能还是比较全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般洗涤就用这个云洗涤 它就属于力度当中的中档 然后这个节能洗就属于轻档 这个超强洗就属于重档 一般我在家里吃牛油火锅 或者那种非常重油的 就用这个超强洗 这个快速洗呢就洗得很快 其实它也可以清洗蔬菜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 这个快速洗洗小龙虾也很干净 我特别喜欢这个抑菌储存这个功能 它很像一个消毒棍 它一宿里面带风扇还可以除菌 这样我晚上洗 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洗碗机里 拿出这个崭新的网块 然后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性化的功能 比如它可以预约 还有少量残具清洗 它可以WiFi控制 如果你们问我买洗碗机后不后悔 我告诉你们我真的很后悔 后悔什么 买碗啦 你们看看这儿 在泰国的时候可能因为天气很热 我们胃口都一般 饮食也偏清淡 在餐厅里也经常看到 泰国人普遍都吃的特别少 但回来之后呢 咱们这边四季分明 尤其天气冷的时候 你光吃菜真的是不行 太冷了扛不住 但是一水池子油油腻腻的脏碗 我也是真懒的刷 我妈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就经常帮我们做家务 我呢买这个洗碗机 第一是想让我妈轻松一点 第二也是老年人眼神不太好 她有时候经常会出现没刷干净的情况 而且现在又是疫情和螺旋幽门杆菌盛行 这个洗碗机呢 它洗的干净 省事又能消毒 所以我就赶紧买了 都说这个马洗碗机啊 是一个特别技术的活儿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碗一定要这样斜着放 它这样碗不会倒 水流还能从这里面滋进去 就完全可以洗干净 你要是会马你就放的多 但是我的前提就是 一定要把型号买大一点 这样你随便马也都能放进去 这就是一寸大一寸好 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清洗了 开始 一般我都是选择这个云洗笔加易均存储 所以它都固定记忆好了 我就直接按一下开始 我们就可以明天取这个干净的碗了 非常方便 这个洗碗机呢 我自己使用了半年 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购买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吃饱了之后都不愿意动 都不愿意刷碗 有了它之后家庭绝对的和睦 第二点呢 是它确实很傻瓜操作 又很省事 洗的又干净 那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点呢 就是现在一行当道 而且我认为罗俊优门杆菌 它传播还是很盛行的 尤其我们家是老人孩子都生活在一起 所以它的消毒功能是很强的 这样我们每天用起来就很放心 我这款是3000多买的 有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关于安装呢 我们这个装修已经十几年了 但现在安装洗碗机呢 很方便就是 他们在你购买之前呢 会安排工作人员来上你家来测量 看看你买的这一款 能不能合适的安到你的橱柜里面去 你们商量好了 尺寸大小怎么安装之后 你再加上购买 是非常方便的 你像我选的这款大的 我们就是拆掉了一组橱柜 然后我又利用了旁边的这个空间呢 做了一个置物的小车 我觉得虽然说没有整体橱柜那么美 但是对于方便省事来说 我还是妥协了 那好吧 今天呢就让它在这乖乖的洗 然后我呢就要去美美的做我喜欢的事情了 今天是我们隔离的第五天 我们明天见 拜拜